榴莲当头我是妍妍 最高叫我是秋子 是我们看一下国内的新闻 首先呢我们也看一下川普当选总统之后 对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些效应 那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可能TPP可能会难产 不过呢TPP难产呢 对于马来西亚来说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事 因为这个根据国际贸易以及工业部长 那都是斯里穆斯达呢 他就说了 大马呢其实已经准备好应对了 那这个面对一切的可能性 他说就是根据机查公司普道永华的报告 如果单靠跨代鞋 我们国家能够在2018年起 在10年以内呢 增加至少100万个聚业机会 但是呢如果这个TPP不存在的话 这一切都将可能幻灭 不过呢他就有强调说 这个我们国家政府呢 已经准备好一切的冲击了 那也是时刻留意是各种变化的 对所以如果说TPP不复存在的话 或者是说推行不了的话 对于大马无疑是一种损失 但是这种损失也是可以应对好的 包括刚才我们所说的10年当中 至少减少100万个就业就业机会 如果是有的话 可以增加100万个就业机会 这个价值还是在这儿的 那么另外的一方面 那么如果他很强烈 他说其实我们与各国都是好朋友 不管是美国中国日本回教国 就是伊斯兰国家 还有这个东盟国 我们都保持友好关系 这也是我们的原则 这也是重申了大马的主要的 这个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还是比较中庸的 同时呢 其实他也是为了淡化 与中国之间这方面的一个关系和联系 还对我们对他们的最近 因为纳吉访华 他产生的这些印象呢 其实他也说 他说针对不久前 我国与中国所签署的14项协定 他称比起美国日本韩国 对我国的影响 中国还不算太大 所以他也是为了做一个 就是各个国家做一个平衡 我们始终是中立的 无论对于美国来说 对于中国来说 我们都欢迎 然后对于日本或者对韩国来说 我们也都是欢迎 只要是对我们有利的 我们都欢迎 对 哪一个国家呢 其实也不能单靠一个国家来 来增长 来就是助长自己的 来升职自己 那你必须要面对就是各种可能性 所以我相信 马来西亚在这方面应该也是做的挺不错的 那同时呢 我们未来 未来会不会受川普政局的影响 美国政局的影响呢 我们的政局会不会也要 偏向右倾了呢 呃 这个 是根据这种现象呢 巫统是认为啦 呃 这个沉默的选民呢 将给巫统的选情造成风险 那行动党理性者则是认为呢 是经济问题 问题呢 将决定谁会入主不成 呃 根据巫统的最高理事的理事间内政副部加拿都诺加兰 他就说 在美国呢 大多数选民长时间是生活在经济疲软的环境 在经贸力课题上呢 展现强异的立场的川普呢 是比较容易赢得民心的 那他针对呃 美国的选举呢 是可以给我们国家呃 有个借鉴 他就说这个大马的经济情况不算太差 相信美国选举发生的反弹不会出现在大马 因为 我觉得马来西亚跟美国应该有个很大的分别吧 很大的差别 我们不能拿美国的美国的呃 这个 美国的这个呃 选举制度来跟我们的马来西亚比 毕竟 他们是 基本上他们的一个政党 你 你不可能做超过两节 嗯 像是民主党 他们的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是一直轮替 一直都有在轮替的 嗯 那他们的这个选情也是 都是差不多 他差不多很接近的 他们都是有各个的 他们的支持者都是不相上下的 但是在马来西亚 你可以看到的是呃 这个国政呢 是比较算是 根本就是一党独大 嗯 啊 比较一党独大 然后一直的这这么多年以来呢 都是他们在执政啊 等等的 这个我们的民情跟他们不一样 嗯 嗯 我们民情有一部分是不一样 我们的制度是跟英国是一样的 我们的是新民制度 英国的也是新民制度啊 但是英国的也是不在不断的政治制度在改善 呃 那我们的呢 也许某些程度上陷入了一个困境 但是也是需要有个展望 也是我们也是希望他不断的能够改善 那么同时呢 美国是总统制 我们呃和英国 英国也跟美国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制度 那么他美国是总统制 美国总统制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则是赢者通吃啊 就是包括有的选区 我们看到有的选民是46.7对46.6就差0.1个百分点 那么川普就胜了 胜了 那么这个选区所有的选举人票都通吃了 也就是选举人票 也许希拉里会占五名 也许这个这个讲话 我们就说举一个例子啊 举一个例子 举啊 啊 芝加哥吧 芝加哥也许他是有啊 我们写加利福尼亚州吧 加州吧 加州他一共有55个选举人选票 那么55个选举人选票 如果是川普得了46.2% 那么希拉里现在赢了哈 得了46.7% 他们差了0.5个百分点 那么这55个选举人票 全都是归于希拉里的 他不会说分啊 一部分归啊 少部分归川普 大部分归希拉里 他不会这么分的 也是赢者通知的这么一个局面 这么一个局面 也现在也引起了美国政界 或者美国政治学者的一些关注 说明我们的总统制是不是有缺陷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加改进一些呢 现在赢者通知的现象 使得这个民众的情绪 不能够完全体现在一个总统身上 这也是他们的遇到的一些问题和矛盾 那么我们呢 刘振东 他也说了他的看法 对这个刘振东呢 他就说 这个在大马的中下阶层的社会呢 也是面临就业的问题的 所以没有在经济发展中得到获益 那这是大马跟美国的共同点 经济才是核心的问题 因为这个川普之所以会当选 也是因为这个就业的问题嘛 那马来西亚呢也是发生这个 也是这样的问题 那马来西亚呢 有很大的一群人 不管是华裔还是乌裔的都受到经济的冲击 马来西亚其实对经济的不满已经非常深了 反建制的情绪已经酝酿着 也就是说可能来西亚大选可能有点不一样 对他说来西亚大选可能是我们经济能够决定水主补偿 我感觉像是在给在野党一个打气 在野党一个打气就说 这个你看现在经济这么不好 又GST然后又这个通通什么 通货膨胀啊 就是这个石油 不管你是吃的油还是汽车打的油都在膨胀 等等的这个已经是 人民已经是入不敷之了 那这些呢都是在港可以攻击国阵的一个 都是这些手段 都是这些可以攻击国阵的一个手段之一 所以呢他可能就会说 其实经济问题才是入主不成的关键 这是刘正东的看法 但是我并不是赞同他的看法 因为我们还是种族政治 我们也有阶级 确实我们有阶级划分的不同 我们有中产阶级 有低层阶级 收入少于三天的低层阶级 我们也有也有精英阶级 但我们从而好像似乎没有把我们的目光 把我们的怨恨同在经营阶层的这个上面 因为之前你看 我们就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就是之前的我们说石油涨价 石油涨价我们要怪水 石油涨价我们怪政府 它减少了津贴 其实我们知道 反对党的直接的对手 那就是执政党 执政党的对手直接对手 那也是反对党 那么矛头反对 反对党会直接把矛头指向执政党 如果有一些问题的发生 执政党也会把一些矛头直接指向反对党 这就忽略了些什么呢 忽略了这个事件本来的真实面目和真正的原因 这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是精英阶级统治我们的经济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唐本来呢 如果我们不给它津贴的话 如果我们允许市场自由竞争的话 没有背后的垄断的话 我们的唐本来 因为我们是唐的出产国 所以我们本来唐应该是降价的 但是因为我们背后的垄断 精英的垄断 导致了我们的唐不会降价 反而政府要给它津贴 这种情况 我们是忽略了事实 我们只是在乎政党在说一些什么 我们就跟着政党去走 但忽略了事实的本质 事实的本质是阶级层次的矛盾 是精英统治了那一部分的实在的利益 所以我说到现在是究竟2017年或者是18年的14届大选 究竟是种族政治依然能够定谁主不成呢 还是经济能够定谁主不成呢 我还是依然认为种族政治能够定谁主不成 因为种族政治的一个渲染和宣传 完全让我们忽略掉了阶级层次的存在 阶级矛盾的存在 我们有阶级矛盾 精英阶层和普通阶层的矛盾 那么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现在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这个国家有利于马来人 然后对马来人是照顾的 他们配方也是有特殊照顾的 他们的这个公司的权益的股份也是有照顾的 所以我们感觉到不公平 我们感觉到不公平 我们就感觉这是种族问题 为什么政府要向着马来人 不是公平的对待我们华人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事实你看普通的马来人 特别贫穷的那个一大层的马来人 他们有钱吗 他们并没钱 钱都落在谁的手里了 钱都落在那些关联公司精英阶层的手里 但是这些关联公司精英阶层 他不仅仅有马来人 他有华人 在顶层设计的建设当中 我们忽略掉他们了 所以他 我们现在实得利益是谁 不是普通的马来人 而是那些跟政府有关系的那些精英们 这是事实的事实 所以现在我们的种族政治完全遮蔽了这种阶级矛盾的存在 和阶级矛盾的这种对立感 那么谁或者是谁还能还能告诉我们或说服我们经济能够定未来十四届大选谁主不成吗 似乎都有疑惑 所以说所以还是种族政治它对于我们的民主建设也好 对于我们民众的幸福感也好 它都是一种阻碍 但如何去去除是一件很难很难很难的事情 我们要就不太聊政治太重了 我们放松一下心情 聊一下天气 但是天气也不让我们省心 对因为这个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东北季后风的季节 那预计呢这个会持续到明年的三月 东海岸和三二月西部或许呢是会面临豪雨的 因此面对水灾会面对水灾的威胁 所以呢这个当局呢已经是呼吁当地的居民做好准备 留意天气变化 像是这个东北季后风呢也是有些海边是最要是不要去的 是这几天看到昨天我们好像连夜雨是吗 又每一天下了好几场雨三四场雨 对 好像似乎雨季是到了 对雨季是到了 那雨季到了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水灾 是 我不知道因为我住的那个地区就是还蛮常发生水灾的 所以就会造成你水灾就是造成那个道路都是水 然后车也没有办法通过 然后还造成可能很多车子会坏掉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呢这个每到的雨季呢就是这些低洼地区的居民呢 他们就是比较担心了 嗯 是 所以我们也注意啊这些容易发生灾区的地方 包括东海岸 你也包括沙州和沙州的其他的一些部分 会发生水灾的一些状况的出现 也也会相关的部门也会注意到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集体早做出一些预防的措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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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